感謝投資朋友在我的line上面跟我留言說 其實國碩已經有從光碟片轉型為太陽能材料廠了 那今天的國碩又在漲停 真的是很強 但是我不是要告訴你我有國碩 而是告訴你這個市場的投機氣氛 真的很濃 真的很重 那操作面上面應該要留意哪一些細節呢 請看今天盤好解盤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2020年9月7號星期一的忍者無敵 我是摩爾證券投顧分析師陳坤仁 各位投資朋友今天或者說最近的行情 依然還是在一個比較偏向於震盪的行情 那至於操作面還有就是哪一些有選股的提醒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會跟投資朋友再做再次的提醒 那節目剛開始的時候先看一下 來我是陳坤仁分析師再次提醒大家 這是我的YouTube頻道 那我的YouTube裡面的話 如果你不管你是先看已經看了一陣子了 或者是最近才加入的話 你都會知道說在我的影片裡面 我會用很多很多的數據 我會用很多很多比較客觀的一些分析的基礎 來告訴你現在目前的行情看法 還有一些操作面上面的提醒 那我不會用那種什麼亂槍打鳥 可能什麼手上一堆的股票 然後告訴你漲的都是我的之類的這種 那絕對就是在我們節目裡面 不會發生的這件事情 那我節目裡面的話會提醒你大家 就是包含現在目前的一些行情的客觀的看法為主 所以請你務必來訂閱按讚分享 加開小鈴鐺我的YouTube頻道 然後另外呢我的Telegram還有Line 也是務必要請做加入 那因為是我的Line和Telegram裡面 真的也跟別人不一樣 我的Line跟Telegram裡面的話有盤式看法 也有一些像是反而充滿追蹤 甚至會有每天的影片 跟一些很好用的工具的分享 所以這個是在 我覺得要就是 既然運用了這樣子一個合法合規的投股平台的話 我希望可以給投資朋友更多更多的一些 回饋跟專業的一些交流 所以這個先請務必在節目剛開始的時候 先跟大家來做一個小小的提醒 那行情我覺得要先從美股開始說起 因為這幾天的震盪啊 最大的不是台股 因為台股就在這邊做區間的整理 可是美股呢 卻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震盪的幅度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美股的四大指數的部分 這個也很熟悉 左上角道瓊 右上角S&P500 那左下角的話是NASDAQ 跟右下角是費城半導體指數 那不管你看哪一個角 你都會發現 星期四和星期五 幾乎都發生了相同的這樣的走勢 那星期四的時候 突然美股的四大指數重挫 然後道瓊的話跌了800多點 那NASDAQ的話是跌了 接近5% 然後這個市場上面就會說 有人說 那美股就會開始做一個反轉 然後甚至像走一個就是 利多出境的一些什麼什麼聲音 都跑出來了 可是我在禮拜五的節目有提醒大家說 其實在禮拜四的美股 或者說這一次的修正啊 我認為叫做是一個漲多拉回的修正 那為什麼叫做漲多拉回修正 其實我們可以很簡單的看一下 NASDAQ指數 其實如果從一個技術面分析的角度來說的時候 一個比較偏向多頭走勢的一個個股 或者是指數 你就會看到說 大漲小回大漲小回大漲小回 然後沿著趨勢線這樣往上爬 那個就是真正的多頭 可是如果就最近的像這種 就是高科技類股的指數來說的時候啊 你會發現有一個現象 就是從八月以來 根本就是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都沒有回 就是比方說你看這是八月嘛 那八月的時候就開始有一直漲 然後我下面這條綠色線的話 就是月線 那你會發現 怎麼就是一路漲一路漲 都沒有拉回到月線 然後一路再創歷史新高 甚至佔上了一萬兩千點的這樣的一個關卡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那最好就是一路創新高 可是如果真的有所謂的拉回的時候啊 那就很有可能像禮拜四這種的一個 比較大幅度的拉回 那大幅度的拉回之後呢 就會去找一個支撐點 那支撐點來說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先看月線 因為前波上漲的時候啊 都是從月線這邊來做一個 來做一個拉回首穩的地方 所以這一次也很剛好 就是禮拜五的時候啊 就是美股的四大指數 也就是果然真的拉回到月線的時候啊 就開始有一些收腳的現象 當然有投資朋友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說 已經跌破月線了 那但是我用另外一個角度跟你說的話 其實就是因為 如果就所謂的創歷史新高的指數來說的話 那你可以多給他一點點時間 所以只要他能夠在這個月線這邊來做 拉回整理 拉回首穩 的這樣子一個動作來說的話 其實對後續的一個走勢啊 是一樣相對健康樂觀的 那不過我也要小小提一個彈書 就是後續的走勢的話 我應該是看到他差不多接近 十月左右 那這個為什麼要看十月的原因 是因為我很務實的講一句話 就是最近的川普總統 他的一些所作所為啊 確實確實是在那個拉抬股市 那他依然是在護盤是不遺餘力的 可是如果你就一些現象來說的時候啊 你卻要帶一些些的保守 那什麼樣子保守呢 我舉一個例子來說 這個是在9月3號晚上的 那個聯合報的新聞 那他竟然講了一句話 叫做是呼籲這個北卡選民 去做所謂的重複投票的 這樣子一個行為 這個是總統候選人講出來的一個 一個我覺得比較不可思議的事情 他是說先到 因為美國總統大選有那個 親自去投票跟郵寄投票 這樣子一個兩種選票的一個計算的方式 他竟然說先去親自去投一次 然後再用郵寄再投一次 那我真的我會比較 對於這種的說法的時候啊 就會偏向於一些 當然他持續在做所謂的選舉的造勢拉抬 這個一定是不予以利的 可是當他講這種說法的時候 我就會比較稍微擔心一些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要說 川普總統他對於選舉 依然是非常非常的一個 就是不予以利 可是我現在目前看到的部分的話 就是至少先看到10月 就是從9月到10月的行情 那依然會是一個可以來做 或者是說9月到10月這行情 依然是可以比較偏向於 就是拉回所謂的滿進啦 或者像是一些 依然有一些評價非常良好的 像個股可以來做操作的 所以這個是目前的一個短線上面的看法 那10月11月之後 我們再來做一些就是越接近的時候 那再來做一些相對務實客觀的分析 所以這個是在行情面的部分 就是先從美股開始講起 那既然美股沒有 就是既然美股已經在9月這邊 還是OK的狀態來說的話 那台股那就不會太差 然後台股的話現在目前看起來 還是屬於一個震盪整理的格局 那如果你今天早上看到這種反彈 就想去追的話 那你可能是這幾天沒有看我們的節目 因為我們其實這幾天不斷提醒大家 在這個行情 還是比較偏向於震盪的這樣的過程 因為我不會告訴你 我不會那邊瘋狂就喊多 我不會告訴你說行情說什麼那個 那個要創新高什麼的 因為那真的不是我要做的事情 我要比較偏務實一點告訴你 現在目前的一個操作面上面可以去做 留意的相關的關鍵 來第一件事情 只要是權值股沒有動的狀況之下來說的話 我想指數就很難有一個突破的行為 或者是跌破的行為 所以我這兩條線或者說我這三條線 已經劃在這邊劃了好一陣子了 所以現在目前的一個行情 還是偏向於震盪為主 所以比方說你看像今天的台積電也是弱弱的 今天跌了0.7%跌了3塊錢 然後台積電現在目前也是屬於一個震盪的區間 然後甚至像今天應該禮拜五六有公告營收的大力光 那大力光的營收其實 8月已經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回穩了 比方說他8月份營收的話其實有月增8.94% 8月營收50.25億 那其實這樣看起來的營收已經有回穩的一個現象 可是如果就今天的大力光來說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比較偏弱一些些 所以台積電 大力光 或者像全市股都是比較偏弱的一個狀況來說的時候 指數就不會太有表現 然後另外的話還有一個現象 就是前一陣子最夯最熱的這種 宅經濟的這種相關的個股 什麼圓鋼圓展這些 你看像今天圓展也跌停喔 然後圓鋼的話也跌停喔 所以這個時間點看起來的話 好像有一點點在做高檔震盪整理 或者是說這個時間點好像資金 有在做移轉的這樣的現象 那我再舉一個例子就是高價股 就是之前我跟大家說 只要市場還依然熱絡的狀況 或者只要是市場上面高價股 依然維繫著人氣的狀況來說的時候 那行情就不會太差 可是今天的相關的高價股 就是這些千金們的表現啊 卻又有一點點的怪怪的 那這個是高價股的排序 像大力光今天跌了2.6% 然後細力跌了3.6% 然後這是翔碩的話跌了9.84% 那這些相關的高價的股 像星象今天也跌停 然後圍鋼的話 因為今天說有鴻海要來做搶單嘛 所以今天他也跌停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來說的時候 這個氣氛的時候啊 我就要想稍微再提醒大家一下下 那其實當市場氣氛轉變的時候 我這樣說 就是如果行情在好的時候啊 就是反正高價股只要依然成長 那行情就會帶著人氣繼續往上衝 可是如果這樣行情比較在轉變的過程中 或者震盪整理的過程中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大家就會看說 那平價的部分合不合理 比方說這些那個千金們 他如果今年賺30塊 然後可是股價的話在1000塊之上 那就會有人問說 那個本益比30幾倍是否合理 是否是值得投資的價位 所以這些高價股就被去嚴格的檢視 所以結論 我這邊對一個行情做 時間已經10分鐘了 我趕快做一個行情的結論 就是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包含美股 那沒有太大的利己的風險 然後台股的話 還是比較偏向於震盪指數震盪的一個 為主的一個行情 那但是這個時間點的話 對於一些相關的個股 或者相關的類股輪動的時候 還是請大家不要去太積極的去做追價 那怎麼樣來做操作呢 其實我前幾天也跟投資朋友做說明過了 所以我今天就不用太 再詳細的再說 所以就說明 就是這時間點來說的話 投信已經開始比較明顯的在做做帳了 那他們要做哪一些呢 就是包含了就是持續不斷買進的這些中小型的個股 那你會發現說 就算這些相關的個股 就是好像還蠻強的 可是這些個股啊 依然還是會最近的一個盤面上面的一些活躍的焦點 那另外一種的話就是原本都沒有買 結果突然買進第一天 然後就突然就把它拉上去的這種 那你也可以去做留意 所以投信的影響啊 在最近的盤面上面的話 會是非常非常的一個 就是影響力非常大的一個題材 那當然我今天早上的盤前的時候 也有提醒大家 就是你可能會看到有一些中小型的個股 就是有一些低價股轉機股 突然外資好像開始有在買 可是這些外資啊 我比較務實一點我跟大家說 因為這些外資很有可能就是 所謂的開戶開在外資券商 來做買進的這些都叫做是外資 所以這些所謂的外資的行為的時候啊 你可能就看看就好 參考就好 不要把它當做是 外資就真的要拉抬這些股票 或者是說那個 就是反正就是 說假外資倒也是勉強說的過去啦 但他們終究就是 真的就開戶開在外資券商 就用外資的身份在做交易 所以這是要提醒大家的部分 那我簡單舉幾個例子就好 就是像最近有跟大家聊過 所謂的投信作帳這些個股 那比方說我拿我前一陣子連續兩個禮拜 我就放了兩個禮拜的個股 5215的客家 那其實這就是為什麼要做投信的 投信的標的的一個原因喔 或者說為什麼要做這種評價合理的原因喔 其實我之前有跟大家聊過 就是像客家這種你看喔 來我都有開起來這些相關的營收部分 然後大力觀我們看過了 我先把它關掉 這個看過了 來 像客家這種案例來說的話 其實你看喔 它的營收的年增都依然是 60幾% 80幾%這種高成長的 然後8月營收還沒公佈 可能過幾天它就會公佈 因為9月10號之前全部都要公佈完畢 你會發現說原來它這些個股啊 營收都還在持續成長 趨勢還在持續成長 那我也就用法人的看法來說好了 它今年的獲利大概可以接近15塊錢左右 所以在這個行情裡面來說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170塊 如果獲利15塊來說的話 其實本益比大概就只有 差不多10倍11倍左右 所以雖然股價你看起來好像有一點點貴 170塊 可是這個時間點的本益比竟然只有11倍 那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投資價值依然還有 就不會像是那種什麼千金股 已經三幾塊本益比了 那種怎麼樣說都略嫌偏貴一些 可是像這種股票來說的話 你就會發現它只要一拉回 一拉回你看喔下面這邊我一樣放投信 只要一拉回 然後就投信就開始買 然後一拉回的話就會有開始有一些買盤進場 然後就會沿著它的一個趨勢線往上 所以為什麼要做這種股票 就是因為平價 平價合理 平價依然低廉 平價依然是相對的一個低估的狀況 還有就是投信在做做帳的這樣一個狀況 你就會發現說這種股票啊 真的就是一個市場上面 一拉回就有買盤 的一個相對安全的個股 那我現在在做的都是比較偏向於這種個股為主 就是你會發現 平價合理 然後投信買 投信在做帳這些相關的族群 就是我在不斷最近這段時間提醒大家 你可以去做留意的相關的個股 另外也簡單提一檔 我這檔應該最近會買進 我先說 但是至於什麼時候買不要問我 原因是因為這個還是會員的權益的部分 來 你有發現嗎 我之前有跟大家說 當投信 原本都沒有買 結果突然買第一天 或者是說 他就連續不斷的買進的中小型的個股來說的話 都是你可以做留意的個股 比方說這檔 3078的喬威 我還沒買 我先說還沒買 然後呢 如果以他的一個獲利的角度來說的話 法人圈 預估他的一個獲利來說 大概明年大概有接近 4塊半左右 那假設如果真的有所謂的4塊半的這樣子一個獲利 那你看他今天的 今天跌6%多喔 我這種這種跌的個股 我也拿出來跟大家來做分享 你有沒有發現 當他跌了6%多的時候 股價就回到了45塊多了 欸 45塊4 然後去除以4.5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本益比竟然只有接近10倍左右 那你會發現這種個股啊 如果真的有所謂的拉回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喔 投信又開始在做進場佈局了 那為什麼投信最近這麼厲害 我也覺得還蠻厲害的 所以跟著這些贏家去做 你就會找到安全的股票 跟著贏家來操作的話 你就可以找到 欸 有機會也是一樣可以 在這市場上面賺錢的股票 那這個是我要提醒大家 對於最近的盤面的一些依據喔 那這個是 欸 跟大家來做一些相關的提醒的 今天只講兩檔股票 對可能還不太夠 然後另外我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 我的節目我前幾天講那個 國碩 我不是要告訴你我有 我沒有國碩 但是我要講的 因為前幾天我講國碩的時候 我講他是 那個轉機炒作 然後我在講他是那個CDR 就是光碟片的族群 那有位投資朋友在我的那個LINE跟我跟我聊說 欸其實國碩喔 已經轉成太陽能材料的公司了 那其實確實是 那這個我沒有把它提出來 這個就跟在今天先做一個額外的補充 那但是呢 他就算轉型成太陽能的時候 我也可以很坦白的講一件事情 他不會賺錢 他就是比較偏投機 他就是市場上面資金 在流竄的時候 去做提材面炒作的標的 比方說你看一下 我會把那個他的一個獲利狀況 把它開出來給你看 巧威 巧威也是看一下 巧威的話就是他的營收的年增 也是一樣非常非常高喔 那你看他8月9月的營收 應該都還在創歷史新高 年增率都還是蠻強的 所以他的趨勢成長股是沒有問題 來看一下 國碩 那國碩的營收來說的話 你會說 那個27%還不錯啊 可是其實27%來說的話 其實普普而已 我真的覺得普普而已 然後他的獲利來說的話 他的真的是 連年應該連季都虧損 第二季還虧 就今年第二季還虧 0.17% 然後第一季還虧2.75% 那這段時間以來 就算他有所謂的轉型太陽能 可是他的獲利的狀態來說的話 都還是虧損 那這個2019年的第一季來說的話 他的虧損原因是因為他有賣場 賣場貢獻他的獲利 還有就是轉投資那個碩核 所貢獻他的獲利 否則他的本業來說的話 到目前為止都是虧損狀態 那為什麼會虧損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他根本 根本打不過 中國大陸那邊的一些太陽能的一貫廠 那那些廠 他們真的是有規模的優勢 跟所謂的價格的優勢 所以對於我們的國碩來說 甚至貿底來說 他們都是在一個很險峻的 這樣子一個產業的一個競爭的狀況之下 所以這個時間點的相關的國碩 什麼貿底這種在上漲的過程中 我覺得還是真的是屬於一個資金面的一個 資金面的一個 就是資金面他們身上 所以照他們的一個上漲飆漲 這個我真的要提醒大家一下 那比方說像貿底也是一樣的狀況 那十幾塊的貿底 確實那時候投信有在做買進 可是到這個時間點已經到29塊的貿底 他有沒有賺錢 我很坦白說 看不出來他能夠持續的賺錢 那甚至他下個禮拜有所謂的減資 如果你手上還有貿底的話 你知道你之後減資 你的手上的貿底會變成是多少錢嗎 那假設如果我直接抓一個整數 他今天最高點29塊多 那如果取一個整數到接近30塊來說的話 不是告訴你他會漲到30塊 我只是舉一個例子 如果在29 30這附近來做減資的時候 那減資完畢 9月16號最後交易 9月28號新股上櫃的貿底 那個時候你的貿底 你會有40塊錢的貿底 可是40塊錢的貿底的時候 那個時候市場上面就會來更嚴格檢視 你的40塊到底有沒有賺錢 那假設如果第三季告訴你沒賺錢的話 那時間點的貿底就會有 更嚴峻的修正 修正 不是看好他 而是40塊還不賺錢 大概10幾塊的時候 沒賺錢 大家還會說有轉機有轉機 可是減資完畢40塊的時候 如果真的沒賺錢 那他就真的會被 有一個市場上面的一個 太高評價的一個去檢驗 所以這個是一個跟大家來做提醒的 那另外有投資朋友問我說 那個中國大陸要發展第三代的 那個半導體材料 那其實我講的看法也是一樣類似的看法 就是你看像這種太陽能 也是因為中國大陸那邊的一個發展 所以造成我們台灣的台廠的一個 非常非常艱辛的狀況 所以如果真的中國大陸發展 所謂的第三代的半導體 為什麼他們沒有第二代半導體 原因是因為反正第二代他們比不過別人 不如就直接拼第三代 所以如果真的被中國大陸拼起來的時候 那台廠相關的個股 也會相對的辛苦 或者比方說他就問我這個 那我的這些相關的QA的話 其實都在我的YouTuber的底下都有 那如果有我沒有 我再講一次就是 我就真的歡迎大家在我的 這個是我的YouTuber 那這個是我的YouTuber底下的留言 是完全開放的 那歡迎如果我在我的節目裡面 對我的節目裡面的內容 有需要來做討論的 都歡迎在下面來做留言的互動 那只是沒有辦法跟大家說明 所謂的 買賣價位的這樣子 但如果聊趨勢的時候 我都還蠻歡迎大家來做相關的留言 那有人問到說 那第三代呢 那我的看法就是長空 原因真的是因為 如果真的大陸給他們發展起來了 那台廠的優勢就完全不在 那更何況是現在真的 第三代也還沒有到應用的階段 那第三代他有耐高溫耐高壓 跟高速的這樣子一個 很重要的這樣的一個題材 那可是如果真的所謂的題材 他終究就是題材 比方說像是家機你看喔 他的獲利來說的話 第一季跟第二季 都只有賺0.08 如果我們看 一年就是 今年2020年的話大概就是賺 好一點啦 我大概就Google 0.5到1塊錢好了 可是你知道家機現在多少錢嗎 69.2 就算真的賺1塊錢 那69塊的話請問你本益比幾倍 那我覺得就是跟大家來先 大概用這個方法來跟大家來 來聊一下現在目前的一個市場的氣氛 就是在這個市場上面已經回到了所謂的 去挑戰你 是否評價合理的狀況 來挑戰你這個題材啊 到底能夠延續多久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個是在 就是在我的QA留言上面剛好聊到 就剛好來跟大家來聊這些 相關的觀念的一些些的解析 所以來時間又到了 來所以我們回到行情面好了 行情的部分來說的話依然是震盪 那選股面來說的話 依然還是屬於投信作帳 跟評價合理為主 那如果你真的要做所謂的低價啦 投機啦轉機啦這些相關的個股的話 就是務必務必請做好所謂的技術面操作 就好了 因為他們真的是沒有基本面 那這個是簡單的來做一個小小的提醒跟總結 那後續的行情的話我都會用所謂的 我比較不會去做那種什麼什麼炒作的轉機股 但是我真的會去做那種所謂的 投信的作帳的有基本面的評價還 還相對合理這些相關的個股 所以如果你認同我的操作的方式的話 那真的是歡迎加入我的行列 然後也再次提醒就是 如果你這個時間點 你不知道你的持股該怎麼辦的話 加入我的行列的投資朋友的話 我會去幫你做到每一檔的持股的見證 我會幫你把個股需要去做調整的 都幫你調整到這一波會來做持續在上漲 持續來做主流的一些相關的族群 那這個是我應該要做到的 而且我會依然去做到 那這個真的是我存在在 這個投顧市場上面的一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最大的一個價值 跟最大的一個責任 那也相信肯定我的投資朋友的話 其實我相信大家還是一樣在這個市場上面 會有認同我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這個是在最後節目的時候 跟大家來做一個最後小小的提醒 那一樣來再借我一分鐘的時間 我是陳坤的分析師 那你現在看到的是我的YouTube頻道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YouTube的話 請訂閱按讚分享 加開小鈴鐺 那另外的話呢 Line和Telegram也請務必加入 那原因是因為上面有很多的 投資資訊跟好用的工具跟大家來做分享 我是陳坤的分析師 也預祝各位投資朋友獲利 謝謝大家 謝謝